潘大江却没走 在黑暗中站立了很久 心头沉重 作为父亲 作为教师 他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的家中会出现这样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人 在这个人的血管里 流淌的可是自己的血 潘大江回到家后 辗转反侧 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 他拿着儿子的照片 来到了刑警支队 警察同志 我不能包庇他 你们认认看 要抓的是不是他 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想到 一夜之间 如果这个潘小峰 真是犯罪分子的话 他呀 早已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位刑警 严肃地问 你昨晚怎么不来呢 在法律 与亲情之间选择 赎清赎重 潘大江啊 难以说清 他回答道 我当时啊 也拿不准 他是不是有事 就是现在啊 我也没弄明白啊 当潘兵 说出潘小峰 这三个字后 傅序啊 心中一动 在94年1月3号 苏云被害案件的现场上 犯罪分子 留下那张纸条的署名 不就是小峰吗 真是不可思议啊 难道事情会有这么巧吗 当时的想法是 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犯罪分子可以不加思索的 就编造一个假名字 为什么偏偏要把自己的真名 留在现场呢 不过呀 现在叫小峰这个名字的人呢 多急了 就是在专案组里 不也有一个叫王小峰的吗 王小峰和其他的刑侦人员 带着潘大江交来的那张照片 再次来到太风电器修理部 让汪义胜和丁浩辨认 看看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上司来修理移动电话的家伙 那是一张啊 几年前拍的照片 潘小峰站在一处旅游景点面前 惬意地微笑着 汪义胜和丁浩 拿着照片是左看右看 越看越觉得不像 最后啊 这俩人都摇了摇头 我看不是这个人 一个费尽周折找到的 看来很有价值的线索 到这里呢 又卡了壳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 潘小峰回到何晚真家 沮丧而紧张 何晚真见他神态有意 问他怎么了 他说出事 别人偷东西 他给销赃 现在啊 公安局正查呢 他得出去啊 避避风头 说着说着 流下了眼泪 其实啊 何晚真是有预感的 今天 当潘小峰一天之内 给了他两枚金戒指以后 他就感到啊 情况很不一般 他曾问 这俩戒指值多少钱 潘小峰说 两个加起来 不到一千块钱 稍微停顿一下 又补了一句 你放心 这东西不是抢来的 他听出话里有话 猜想啊 这戒指不是好来的 不过呀 何晚真对此倒不在乎 他担心的是从此失去这个比他小八岁的男人 他便问 你要去哪里啊 能对我说不 去丹东 然后去河北 河北有两个客户在等我的 当天夜里 他带着六百多块钱 走了 专案组呢 并没有因为两个辨认照片的人 否认了潘小峰 而消除对他的怀疑 因为呀 他的疑点太大了 侦察员们认为 潘小峰的照片 是几年前拍的 当时呢 他正处于相貌变化较大的青春期 加上啊 衣着的改变 辨认人很难据死 做出肯定的结论 25日 在关键时刻 指挥部果断地做出决定 对潘小峰的家 进行搜查 搜查中 侦察员反复做潘小峰家属的工作 张宇春和潘宇 这母女俩呢 交出了潘小峰 送给他们的金戒指 金耳环 金项链和手表等物品 侦察员呢 找到那些被害人的家属 让他们辨认 这些东西是不是被截的财物 当那条戴着小坠的项链 拿给串联三号的一位被害人 韩灵的丈夫看使 他的双手啊 抖动起来了 气不成声地说 对 这是我爱人的 这条项链 是1991年3月 我在广东 花了870块钱给他买的 后来我出国 给他带回来这个坠 你 你们看 他的正面 有个泰国的小佛 背面有一条 S型的花纹 这东西 确实是我爱人的呀 赌物四人 他的悲气 令在场的办案人员 无不为之动容 犯罪证据的获得 终于使串联三号公案的侦察 有了转折性的突破 认定潘晓峰 就是那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狂魔 对案犯采取行动 刻不容缓 他一天不归案 就是社会多一天的不安全 很可能啊 继续杀人作案 但是 潘晓峰现在在哪里呢 潘大江 张宇春夫妇 对儿子的牺牲之处 一无所知 他们向侦察员呀 所能提供的 只有BB机号码的 那一组数字 结合潘大江讲的情况分析 案犯呢 已经 逃离了 办案人员 对潘晓峰的亲属 小义大义 辰义厉害 耐心的 做思想工作 终于使潘宇 交出了一张纸条 那是啊 何婉珍 留给潘家的 上面写的是他的住址 专案组立即行动 搜查了何婉珍的家 搜查中 发现了潘晓峰 穿的一双四二号的先例高牌 白色皮鞋 送刑警支队做技术签定 技术人员 将其印记 与从九四年九月十九号 被杀案 现场就地毯上 提取的灰色鞋印相对比 发现两者鞋底大小 花纹形状种类相同 前沿下沿中部 缺失大小 位置 形状都相符 无本质差异 据此 得出结论 九四年九月十九号的案件 的犯罪分子 就是穿着这双鞋的 潘晓峰 何婉珍呢 交出了金戒指 金项链 和狐狸尾本 都认定是 串联三号 公案的赃物 何婉珍说 他不知道 潘晓峰的去向 但是交代了 潘晓峰 对他说的 要去丹东 河北的话 他又说 今年下午 两点左右 潘晓峰打来了电话 说他已经到建平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说 我问他 带的钱够用吗 他说用钱的时候 再用电话联系 何婉珍的家中 没按电话 他使用的是他家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 当然 这部电话 和何婉珍的家 都已经啊 受到了警方的控制 何婉珍 交出了潘晓峰的一张留言纸条 上面是这样写的 真 我走了 我对不起你 你要好好过日子 等我回来 何婉珍说 他呀 是在他入睡以后走的 办案人员 看过纸条以后 感到愤慨 就是这个家伙呀 先后 极其残忍的 杀害了九个 无辜的女性 毁灭了一个 又一个 温馨幸福的家庭 可是他呢 对自己的拼头 却是寒情默默 儿女情长啊 潘晓峰 真的去了丹东 或者建平吗 还是虚晃一枪呢 潘家的亲属比较多 有的是在农村 他是否前往了呢 为了捉住这个杀人狂魔呀 不能起席警力 要确保万无一失 指挥部派出了七路人马 吩咐丹东 苏家屯 建平 新民等地 基普 潘晓峰